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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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梵振东的发球也是往这个小三角来发 这样的也是让金兰镇的第一板拧不出太多质量 2,1 2,1 加油 加油 2,2 加油 加油 漂亮 以往这种樊仁东的球 有的时候会跟对方就是打这种快速的强强对抗 但我们看现在他这种反手的相持有了很多主动的去变慢节奏 还有减少这个球的落点 把球的落点变得更多 现在的打法当中配合了更多丰富的变化和调节 开局一定要和对方并住比分 有时让他打了个发球抢弓 还是接发球 其实 金亨正的发球主要还是偏不转比较多 所以如果要摆的话比较难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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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 往反手 五 二 加油 加油 五 二 五 二 今天金亨镇还是给樊振东制造了一些困难 朝鲜队确实是一种一只不容小觑的神秘之师 看得清楚之后直接上手拧了 直接上手抢了 五 二 六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亨正在男团的比赛当中是没有上场 在混双当中他是搭档 李宗盛同牌获得者金颂一 6号 这个发球轮次凡仁东有了更多的设计和布局 连得两分 7、8 有机会 行程对拉来到反手 这分两位选手都是发挥出了这种超高的中远台对拉的水平 两个人也是有攻防转换 但是这一半 锦衡阵的反手顶的是非常硬气 为自己打开了局面 最后配合这侧身的反拉 其实整支朝鲜的男队啊 普遍都是大陆球非常好 这种单板的硬实力还是很强的 哎呀 这其实是完全一个要得分的球啊 是一个擦边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心态一定要平静一些 反正都还是很有经验啊 调整一下自己 8比9 好球 那这个球是盯着对方 觉得要侧身了 直接把球捐到直线 反正都还是通过这种落点的变化 要去压制对手 让第四局现在打到9比9 还是要接好发球 果断一些 相识当中金亨镇的这种转正手的意识很强 球来到反守位之后第一板反手顶住马上就侧身 今天和樊镇东的对拉 金亨镇是不再下风 还是通过接发球的控制 这球摆的质量很高 这样打到关键分10比10 这球是算好了 发球之后马上侧身反拉 这是樊镇东的一个发抢的套路 这样樊镇东拿到赛点 这样4比1 樊镇东战胜朝鲜选手金亨镇 进入到南单的八强 这场比赛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这对朝鲜选手不俗的实力 樊镇东